欢迎来到成兴娱乐生活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娱乐新闻,迪丽热巴,赵丽颖冯绍峰,龚俊章小斐,华晨与张碧晨,妮妮李宇春 1.华晨与张碧晨现在都共用制作人了,两个人也会互相介绍资源 2.妮妮和李宇春关系很好,李宇春高奢资源很多 所以妮妮一些越级接触到的高奢资源也是因为有李宇春在其中牵线 3.仙剑奇侠传6最近在谈宋祖儿 宋祖近期和杨幂走得很近,娱乐圈里的纷纷和河水又能说得清楚呢 4.国纳有部电影找了冯、少峰和李冰冰 李冰冰有意向片方引见赵丽颖 她前几天已经带赵丽颖跟主创团队见过一面了 赵丽颖和逢少峰见面还是很自然和谐的 跟其他离婚艺人夫妻不同,如有必要 他们不介意同框合作 5.龚俊 虽然说团队已经很迅速地去公关了 但是这件事还是让她调了好几个代言 现在圈内小生都对她手上的资源苦视眈眈 想趁机截胡 6.张小斐之前的热度快要被消耗差不多了 刚火的时候团队为了树立人设 推了好多综艺 结果现在发展跟不上来了 又不得不开始四处找真人秀当嘉宾了 7.陆寒黄子涛 这就是街舞舞加快了千大牌嘉宾的脚步 他们想利用一线的商务价值去招商 正在此刻黄子涛和陆寒合体 最近有关两人关系好的通稿都是节目组发的 但陆寒这边比黄子涛难搞 陆寒现在不随便跟不熟的综艺团队合作 8.郭麒麟成万人嫌 现如今圈内小花都对郭麒麟避而远之 之前他们的团队环都喜欢捆绑对方 发一些暗戳戳的通稿 可自从郭麒麟的桃色新闻发出来后 大家都默默地和他划清了界线 9.迪丽热巴 当被问到纪云和眼中最浪漫的一场吻戏 热巴回答是纪云和尝语分别前的那个吻 还解释了每一个吻都有他的含义在里面 太细节了 迪丽热巴谈纪云和眼中最浪漫的一场吻 剧中接吻戏还是蛮多的 一开始就有吻戏让观众们看得过瘾直呼辣眼睛 好甜看得全程以母笑 先甜后苦呀 后面剧情乐的人心疼呀 迪丽热巴360度展示好身材 白色羽毛抹胸包屯裙 净显曼妙好身材 说到现在颜值养眼的女演员 不得不提到迪丽热巴 作为一名来自新疆的女演员 她身上有着强烈的抑郁风情 让她脱颖而出 总是呈现出一种非常特别的美感 虽然在演技上一直存在一些争议 但她在时尚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容小觑 无论是品牌代言还是综艺节目邀约 以及影视剧的出镜 可以说是资源满满 今天一起看看迪丽热巴 身穿白色羽毛抹胸包屯裙造型 真的很美 迪丽热巴以一个优雅的形象亮相 充满了女性的优雅和魅力 360度展示好身材 白色羽毛抹胸包屯裙 净显曼妙好身材 修长的眉腿纤细好看 细带高跟鞋更迷人 上身拼接白色羽毛为装饰 显大气高贵感 气场十足 抹胸的设计很性感 羽毛上黑色圆点的装饰很有个性 三角形的耳环造型独特 凌厉大气 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 从侧面看 这件衣服呈现出纤细的腰部曲线 从背面看 也呈现出优美的肩颈曲线 优美的背部线条 羽毛与白色连衣裙的搭配 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美 从背面能看到强烈的妩媚感 对迪丽热班来说 进一步磨练演技更重要 期待她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 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